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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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水千千 今天呢來到了東京的晴空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日本的電視節目上看過晴空塔相關的美食呢 沒有錯 今天就跟著我的腳步一起來一看究竟吧 GO YA 哈囉大家好我是美食水水千千 現在呢正準備要去吃晴空塔美食的食物 然後現在天氣非常的熱 這裡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晴空塔在這裡 欸沒對到 在這裡 然後店在這 這裡 就是這個晴空塔 泡菜炒飯晴空塔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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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這個就是晴空塔 著名美食這一 其實看起來很奇妙 因為它裡面這個是泡菜飯 然後這裡有一個聖代的盒子 我覺得超神秘的 然後記得這個要三天前預訂 一個是2200塊日幣 這上面這一隻是可以吃的嗎 應該那個 鮮餅乾 我真的很怕它掉 小黃瓜 它還有附這個辣醬 是要來沾小黃瓜的 聖代的旁邊那個餅乾 這是 我眼中有你 你眼中有我的部分 好可愛喔 我有點不知道它怎麼 這裡怎麼吃耶 因為它這個 好酷喔 味道沒有很重耶 我覺得它吃起來泡菜味沒有很重耶 比較像是一般的台式炒飯 還有加一些肉在裡面 其實不難吃 但是就是沒有很泡菜炒飯的感覺 沾一點辣醬 嗯 沾辣醬好好吃喔 因為這個辣醬是那種韓式辣醬 好吃 乾杯 這是它的菸黃瓜 它可能是怕會膩吧 四周都放很多小菜 有可能是因為它主要是韓式的口味 就整體的搭配就是那種韓式的感覺 就很多小菜 這像是竹輪之類的 那你們有沒有看得到我嗎 這有點像自由落體 就是我覺得這個平衡很適合拍照 喔 沒關係 沒關係 這裡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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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搞她美女了 我得驚恐啊 還有那阿嬤怎麼那麼可愛 好可愛 阿嬤我愛你 來吧 這個 沙拉にチェンジ 喔 哇 它最後結束會把你做成沙拉耶 阿嬤真的好可愛喔 因為有本說她 我爸講的愛 所以現在吃起來很幸福 好可愛喔 謝謝 這下面的底座變成沙拉 然後有海苔 這裡還有這個 就那個蘿蔔 哇 而且它切得很可愛耶 阿嬤真的好可愛喔 不對 我就說這個真的好可愛喔 它脆脆的 然後 有點鹹 雖然說它有點鹹 可是它上面有放海苔 所以你就會覺得 稍微綜合那個鹹度 好可愛喔 阿嬤 吃完了 今天吃的就是泡菜炒飯 晴空塔 噔噔 雖然說我覺得口味沒有到很出色 不過 它的造型非常的特殊 我覺得非常的值得拍照 再來的話就是 因為阿嬤有說 裡面的 所有的材料跟菜那些 都是她朋友自己自家種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第三個就是 最重要的一個優點就是 阿嬤很可愛 叫你阿嬤來了 沒有 阿嬤真的很可愛 好 如果你們想要吃吃看 就是有在日本綜藝節目 有出現過的晴空塔美食的話 我覺得非常適合來猜猜點 因為我覺得 真的非常有特色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我要伴隨著這個優雅的音樂 跟大家說掰 掰 晴空塔美食的Part 2 很常在日本美食節目 會看到的就是這個 晴空塔聖代 它總共有兩個口味 一個是藍莓 一個是抹茶的 今天就兩個都點來吃吃看 好興奮喔 有一種 有一種 電視上看到的東西 等一下會到我眼前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這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這應該是黃桃 抹茶果豆 唉唷 下面也是香草跟抹茶冰 然後這裡有一顆一顆的圓圓包子 我在想說這是白玉 它裡面的配料好多 好 它上面是甜的抹茶 然後下面就是偏苦的抹茶 然後下面就是偏苦的抹茶 香草 然後再加上抹茶果凍 欸我覺得這個還蠻好吃的耶 而且下面那個偏苦的抹茶 吃起來是那種很貴 比較貴的那種抹茶味道 喜歡 我吃到這個了 白玉 它就是麻糬 我不喜歡吃麻糬 吹到 欸它看起來很衰耶怎麼辦 嗯 還有紅豆耶 我先把白玉拿起來 我等一下慢慢吃它 它的味道是紅豆泥 但是有顆粒的那種 好吃 這是橘子 我先把它冒著往旁邊戴 搭橘子怪怪的 扣掉橘子 我覺得這整碗超好吃的 吃完了下一個 趕快吃吃下一個 因為它 它正在融化 先把它的糖先拿掉 這個 這個草莓冰淇淋的香草的地方 味道比較奶一點點 都是牛奶口味的冰淇淋 然後淋上那個草莓醬 所以就會覺得說它的奶味比較重 我不再喜歡奶味比較重的冰淇淋 它蜜瓜在日本好像對我們來說是很高級的食物 水果 這隻怎麼被我吃成這樣子 這應該是草莓冰淇淋吧 雖然說看起來 好沒有吃藍莓 這是野莓口味的冰淇淋 欸 接下來是優格 喔這整個 我比較喜歡吃抹茶口味 因為這個對我來說 我覺得 有一點酸酸的感覺 喔這裡也有鳳梨 吃完了 接下來這裡還有兩顆白魚 瀉莓櫃 它也整粘過我可以耶 吃這個糖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它真的非常硬 所以感覺它會擦上你的嘴巴 妳有聽到很大聲嗎 吃完了 這個就是很常在電視節目上看到的 琴工大聖代 我個人推薦 如果你們來只能點一種的話 點抹茶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同樣價錢 我覺得抹茶口味真的吃起來還蠻值得的 因為1800塊日幣 它裡面有很多水果 然後還有白玉果冬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然後我覺得大概要四個人吃一個 兩個人或三個人吃 對冰淇淋來說比較多一點點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就先這樣 掰